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台北市立松山家上的参赛主编,亦元富士 辽阔的晴空下远远望去,满山遍野层次寝蓝的翠绿梯田 虽然他的先天条件不佳,地形开辟的面积狭小,不利机械化耕作 却提供了山村居民稳定的粮食来源 然而随着山区能力凋零,产业的结构改变,引发了梯田荒废等多重危机 议员富士提倡李山倡议,来满足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主要以生态、生产、生活、结合组成 本专题在梯田上种植农作物,再配合体验活动来改善农地荒废 达成梯田活化的目的,空间内提供摊位给农民贩卖梯田活化后的蔬果 来推动当地生产经济,增加在第九月机会 缓解内部空心化,年轻人口外流状况 再借由文化会馆,举办各类原住民生活相关的体验活动 来保留原住民的无形文化资产 吸引外地的观光客来参与,在野亨部落梯田达成三生并存的实践 和为李山倡议 李山倡议最初由日本环境省和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 在2010第十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中所提出 是希望现实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 以永续利用的方式来管理土地和自然资源 达到兼顾生物多样性维护与自然永续利用的愿景 再来说明建筑空间改善的规划 一楼有原住民展览区、游客中心、室外休息区 原住民展览区借由照片与文字的介绍 引导游客认识野亨梯田的自然风情与人文特色 游客中心提供游客观光资讯、旅客意见反应等服务 室外休息区设置户外座椅提供给想清静自然的游客休息 二楼有传统美食街、特色店铺 传统美食街用美食传递原民文化 象征原住民纯真的美味完整保留 不会因为时间的变迁就此消失 特色店铺不只提供美食佳肴 部落居民可以回来在地工作 农民之间可以相互买卖农作物 观光客也可以购买伴手离的 促进在地经济发展 三楼有文化体验区、室内植物园 文化体验区结合生态 规划至野亨梯田采茶、采水果、蔬菜 再教导大家如何泡好一壶茶 制作果酱与体验活动 室内植物园贯穿一、二和三楼的植物园 整体使用玻璃做外围 观光客可以直接欣赏到内部各种植物 植物随着世纪更迭 争起斗艳 整体也为空间带来满满的绿意感 四楼有饭店大厅、饭店自住餐厅、室外广场 饭店大厅有开放室空间和舒适的沙发、长椅 24小时为客房服务 提供观光手册、免费寄放行李、提供休憩区等 饭店自住餐厅有供应着各式各样的风味料理 主厨为台湾的饮食文化注入健康且多样化的佳肴 提供防客餐食 室外广场有特别设计的造型浴棚 避免室外活动演出因各种天气因素遭到取消 五至八楼市饭店住宿 提供可感受世纪魅力的住宿体验 除了合乎现代人生活风格的舒适房间及公共空间袜 还希望旅客能够同时被梯田的景色变化治愈 部分房型为新子房 每一处的摆设及布置都可以感受到新子家庭 费尽心思所打造的丰富视觉与轻松玩乐的住宿氛围 概念转换的运用 我们以梯田上的蔬菜水果为主题 再去收集相关的结构或显微镜像等 发展出我们的单元空间 我们的单元空间最主要以水蜜桃、梯田、稻米、刺葱、槟榔、麻糕 水蜜桃形成了室外休息座位区 梯田形成室外广场座位区 稻米形成五至八楼的饭店建筑外观 次冲形成大厅柜台制造型 槟榔形成一至三楼的建筑外观 而马糕的纹路转化成饭店的壁画 本次制作专题的动机 不只是重建野亨原有民宿 而是将野亨部落采用李山倡议的概念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将其周围空地结合一起 打造复合式建筑、活化梯田 希望观光客开车至野亨部落 体验更多相关部落文化 也希望当地年轻人工作机会增加 减少部落空心化 使李山倡议被视为一个国际新制度工具 有助于山村部落的传统智慧与文化传承 并保留当地的使用 以自然资源永续利用 与传统文化资源维持为目的 达到李山倡议最终目标